跟大家讲一讲 你自己的角色 你说我愿意做承传信息的生命 你要想清楚在传播过程当中的角色 可能你就是传播的人 Messenger 你是传播的人 现在有很多平台 现在的平台越来越多 除了手机 电影 电视 各种平台 印的书籍 很多平台 你生活的见证 所有这些都是在平台将你的信息传递 也就是你的信息的来源 所以你除了有传递信息的人 你也有那些平台和媒介 也就是有信息的来源 信息的来源是世界的知识 或者是圣经的知识 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图去看 你的知识有圣经 也有世界熟悉的 有我们各种的学问 你就是传递信息的人 然后就透过一些媒体去传出去 那你想想 你究竟在传递什么呢 你就是一个信差 Messenger 你可能在传递世界的信息 如果你是很toxic的 就是成为了埋怨 遮埋怨的 你便会变成一个传递埋怨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不宽恕的人 那就传递一个不宽恕的信息 如果你是一个爱的人 你就传递一个爱的信息 圣经的真理在你生命里 究竟是透过你传递什么信息 你传递一些老我 或者旧的信息 还是传递圣经真理 改变你生命之后的信息 那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在传递什么信息 才是重要的 在世俗上来说 很多时候就说 Media is the message 为什么 你现在想什么媒体 就是现在每个媒体 有它自己的倾向 有蓝的 黄的 有左的 有右的 有liberal的 有conservative的 有republican 有democrat 其实很多 所有的下巴兰媒体 就站在那边了 Media is the message 那些 message 就是在影响你 但是其实 圣经来说 圣经 是认同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 The messenger is the message The message 是透过messenger去传递 为什么呢 因为 耶利米的故事 给我们看见 他的一生 如果你看完所有成卷 耶利米书 你会看到 他的生命被神改造 就只有神的话语 透过改变他的生命 他成为了一种信息 除了神的话语 临到他要说什么之外 他如何在危难痛苦 捆绑迫白当中 能够走出来 在绝望当中 能够再有信心 以至于耶利米哀歌 第三章 再说到他能够赞美神的话语 经历了这么多痛苦 那是一个生命的信息 他的生命 就是在印证着他的经验 他的生活经历 就是验证了他所传的信息 所以当我们从挣扎里面走出来 服侍神的差显 我们就有神的故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就可以有可以传递的信息 神都可以用我们传递他 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信息 你有圣经的话语 你透过你的生命 你又是个信差 信差就盛在着神的信息 他的生命 我活着是什么的 神在索造我 是什么 什么是在影响我 我的生命故事是怎样的 然后我反省 究竟我生命是在传递什么的信息给人 那就是你在传递的信息 其实你的生活方式 你的价值观 你的态度 已经是不断在传递 是口传和生存 你不说的 透过你的生命的演绎 就已经传了出去 你是没有办法放下自己 没有办法放下一些忧虑 或者你能够相信神 你能够倚靠祂 其实所有如此种种 在生命里面 你在传递着那些信息